來到南韓首爾宏大商圈這間超商 其中一面牆放滿200多款泡麵 消費者現買現泡 一切DIY 這間特色超商開幕一個月 銷售額有6成2來自外國觀光客 你知馬克娟 他表現了他吃拉麵 所以我想嘗嘗他的菜式 南韓泡麵的人氣正在向海外擴張 根據南韓關稅廳統計 2023年南韓泡麵出口額 創下1.25兆韓元 整合約295億台幣 再創歷史新高 出口額連續9年維持增長的主音是 南韓影視作品的高人氣 在YouTube上也有許多 外國人煮南韓泡麵的吃播影片 除了泡麵 韓式炸雞也很受歡迎 美國紐約市中心這間素食餐廳 布條上用英文批出的新名詞 就是炸雞啤酒 海語縮寫 淒美的發音 店內不只韓國人 美國人也排隊搶著購買 就連南韓品牌麵包也正式進行海外市場 包括歐洲 美國和東南亞等地開設500多間分店 將韓式甜麵包的味道送上國際 全世界的表現 全世界的表現不足 韓國人的韓國人 韓國人的韓國人 韓國人和韓國人 南韓化妆品也受到海外瞩目 首尾名道的化妆品专卖店 吸引外国游客驻足挑选 2023年南韓化妆品出口额 和疫情期间的2022年相比 业绩增加了6.5% 回到上升趋势 最大出口国 中国大陆的占有率 减少了28% 反之美国和欧洲等地的出口 都有增长 南韩保健产业振兴员预测 今年韩系化妆品出口额 将比2023年增加6% 达到90亿美元 寒流带动南韩企业走出海外 从韩食到韩系美妆 2024年持续将目光放在全球市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